你介绍一下为何你会跳唱歌 首先drunk and love 今次就尝试一些比较 相对上manly和性感少的曲风 原因就是上次演唱会就唱了fever 觉得大家都好像我可以试一下这个曲风 今次真的做一首这样的歌 所以因为fever是Tima做的 所以今次都运成要了Tima帮我做二首歌 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产生 录音方面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有很多气声的认识? 是的 录音方面其实我录了两天 第一次其实都是大家在磨合 Tima就有些阶段给我 例如一些气音或者唱歌上一些focal fly 怎样可以令到事情再性感一点 其实第一次还是很顺利的 还是在摸索的阶段 第二次他就有点阶段给我去练习之后 然后我就真的找唱歌老师去练习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一个星期后他就认识了 他就认识了 结果准备就应该搞定了 完成了这个状态 我觉得这次是尝试多了气音的 特别一开始的尝试 一开始和中间的尝试 一开始和中间的尝试 那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还有一个音乐阶段 我是一直都很想有一个练习的音乐阶段 所以我选择了几个尝试 所以我选择了几个尝试 最初他按了音乐阶段的音乐阶段 我就问他好不好 他还在考虑可以先留住 结果他真的找一个吹音乐阶段的朋友 下了这段之后 他就觉得很棒 立刻令整件事更加成感了 更加高级了 整件事 所以我觉得是加拿很好的 我想问公司那时候 在出歌的时候 你有没有关系 我有的 其实就是 我昨天也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一个 就是这首歌 其实真的得来不宜 因为首先 有很多问题 我为什么要出歌 因为始终我本身公司定位 我都是演员上面 其实上次来不求是送给妈妈 今次真的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出歌 那会不会出歌之后 大家会忘记了我是演员 会不突然想做歌手 那就是会有这些关系 我自己也会有这些关系 接着出歌的目的是什么 这首歌应不应该和其他人合唱 我自己一个都可以carry到一首歌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都是在出歌之前 有很多疑问和我沟通 我又自己和自己沟通 但是解答不了那么多 所以最后也是自己沟通了一波 沟通完之后 自己反而又回到答案 就是我觉得出完演员歌之后 有一个好处就是 原来我可以多给大家看一面 原来Stanley在舞台上 也可以展现成熟性感 一面给大家看 其实如果我放回戏剧的时候 某程度上可能 可能导演监制看到 原来Stanley可以试一面的东西 就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你一直没有想着自己可以再出售歌 我没有的 其实一直都 因为我没有特别说 最初一定要出一首歌 其实一直都 因为我清了自己的奏向 还有我其实很小心拿捏 我很怕会混淆了 因为其实电影圈里面 其实很说会不会想起你 就是会不会 我想起哪个演员 会不会你在那个category 演员category里面 会在那个list里面 导演监制会想起 我可以找Stanley 这个想起是很重要的 但是以一个想起就是 很靠你一路build up 究竟你是不是想做演员 还是歌手 就是简单来说 有出马路队 譬如Jeremy 那么他不会无端 导演监制会想起 我要用Jeremy 有机会但会相对少一点 所以我就要自己很衡量 这个拿捏 有没有谁特别要说服你 还是你自己说服自己 其实魯先生是一开始很关心的 因为他也有个疑问 为什么我出过 这个也有跟他讨论过 但是他又很好 最后也说 你先出了 所以其实我的MV 也有一些少少 drama 其实我拍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版本是最爽快的 其实也是魯先生的提议 他觉得你最出的歌 都想观众 多不少都可以帮到你演戏 所以现在有一个版本的MV 但是他在MV里面做了一个努力 而不是蓝猪曲 是啊 是啊 因为其实他有一点缩影 就是我一路走下来 都是有一点面的 然后慢慢走向更前 再前 其实他有一点的意见 这次唱这首歌之后 会不会对你在唱歌方面 是多了信心 或者令自己觉得 我是可以继续出歌 而不是真的只是拍 有啊 其实这次这首歌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 因为这首歌 我觉得首先 那个曲风 我是有画面 我是適合我 并且的 range 我是很適合我 所以其实我唱这首歌 我是 我前陣子唱了两次Live 我也不会很担心 会很脱落 就是我 第一次Live 当然有点紧张 有很多位置都会更好 但是你会觉得自己是可以 慢慢会自愈地 所以我都发觉 原来只要混合曲风 混合的 range 其实都可以有一个 好的音乐作文出现 对我也是很大强心 你以Sexy的曲风 你觉得自己最Sexy的部分 最Sexy的部分 我仍然觉得男人的Sexy 是我很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很多人会觉得 因为你很健碩 所以很Sexy 但是我会觉得 我的大姐过程 很认真去变成大姐的过程 更Sexy 我真的最后只是 徐三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 定义男人的Sexy 就是你很认真做一些 你很热爱的事情 那个时刻就是很Sexy 其实没关系 和徐三 我每天晚上起床 擦牙前 我就会脱衣服 看看你的腹肌 因为我很怕我前一天吃完 我的腹肌会不见了 真的 我每天都会擦牙前 我会脱衣服 洗面的时候脱衣服 然后会脱衣服 然后会脱衣服 每天都会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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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都会想 我是不是最好的状态 在做这个show 都会想再更好 自己对自己有panic 是的 会很害怕突然间 少了一件 你刚才说完 你对男生的Sexy 第二 如果女生 你又怎样觉得Sexy 我会觉得 走路 我会想起 因为我觉得女生 如果她很性感地走路的姿态 我是觉得很性感 特别穿高跟鞋 走着的时候 我觉得高跟鞋是一个好家 令到女生很性感 加分 因为你只要carry到高跟鞋的走路 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会很容易很性感 因为很容易就变得 所以就代表你carry不到 但如果carry不到 那你其实走路也可以很性感 你心中代表人物有什么 那当然是alina alina alina以外呢 求生意识很高 是的 性感 是不是叫做黑寡妇 是不是叫Scarlotte Scarlotte 是的 我觉得她很性感 爱我爱过人 爱过人 爱过人 懂得说 哈哈哈 你说drunk enough 你自己有什么drunk的经历 是很想分享 其实 是的 我人生第一次是真的喝到断片 就是我前几年做我朋友兄弟的时候 被她的大学同学敬酒 敬了很多杯 然后我还记得我在六星级酒店的 那时候我已经是Stanley 已经是Mirror Stanley 是要说这件事 哈哈哈 所以大家带我先过来 Stanley Hello 大家好 你自己看见了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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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被她不断 敬我走 明明主角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都顶了 那次我回家 我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 但是我两个男性朋友 和我回家 我自己都很隐忧 上了的士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躲在一边 然后又问我回家 我去哪里 就是类似这样玩 但是中间很多过程 我都忘记了 没有躺起床 没有 没有 因为我自己喝了一个 我喝了一个位置 我就不喝 多数我想吐的时候 我就不喝 但是那次 实在太多人过来 性情难强 就很难拒绝 只有那次真的会 闭嘴的经历 特别是在你心目中 你和Mirror兄弟 有过 你做一个你们的排行榜 排行榜 喝酒排行榜 喝酒 喝酒完 你会in love 爱上他 的话 我就会觉得 尽管是Tiger Tiger一定是排名第一 然后第二排 Drunk in love 排行榜第二 就是Edan 因为其实Edan 不要看他不认识 我怀疑他大学的时期 是应该训练有数的 那第三排行榜 第三排行榜 因为 我猜是Anson Lo 因为Anson Lo 我们走出时 其实他很喜欢喝杯白酒 晚上喝杯白酒 喝杯红酒 他真是放松的 那 走出时 我都有时会和他喝酒 他也是很喜欢喝酒 所以Drunk in love 第三排行榜 就是Anson Lo 最差 Drunk in love 排行榜 第三排行榜 因为他死都不敢喝酒 是的 我有跟他说 如果你有机会 托Jessica台台 但你要喝一杯 他说 半杯行不行 反而他还会继续在说 已经叫你喝一杯 所以你看他 他很不常人 但Mirror Time 他们有喝酒? 他没有 他就是我们玩酒 他死都不肯喝 他也不能喝 因为Mirror Time 他没有去到Jessica的情绪 所以他连半杯也不能喝 是不是你真的觉得 喝到Tipsy看的世界 是未来的? 是的 我觉得喝到Tipsy的状态 是未来的 我觉得这首歌其中一件事 就是 一个情形 就是当你喝到Tipsy的时候 你看着所有这个世界 包括你爱的女生 你会把情感放大了 可能他一举手一投足 你都会觉得很性感 我会特别再喜欢他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状态 我都 我是会看着这个世界 但是 in a good way 就是我会觉得美好了 就是我会觉得大家 其实都是身性善良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开心 我身边有这些那么好的人 但是走醒了之后的世界呢? 就会很想牛 就是因为Hannover 想牛 其实最主要 不是这个世界令我想牛 是因为我很怕喝酒其中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第二天会熟醉 我很不舒服 这个是我最怕的 因为我很害怕牛 真的很害怕 而且我喝酒 我是很看环境的 就是我不喜欢太吵 我不喜欢说话 是吵架的说话 即使我出去酒吧 我还是喜欢海边 可能播一些音乐 或者那个酒吧 我是听到别人说话 的情况下喝酒 或者在家里 我们朋友聊天 其实我喝酒 是为了跟朋友联谊 而聊天 我是喜欢这样的 所以我叫那些 我真的搞不定 我很想立刻走 可能这几年 其实私生活慢慢变得越来越小 你可以有私生活的空间 很少 其实我自己玩到的 我真的 现在这一刻 还不到处走 就是我不戴口罩 就是 就是 我前陣子 我忘了去哪里吃飯 是啊 我没所谓的 就是他才说 我那次上去 上去 买酒 然后我就上去 他就知道我是谁 他就说 你不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 你戴口罩上来 哈哈哈哈 他说 我没所谓 看到大家很友善 因为 我觉得 可能某程度上 我经常在想 我觉得 我的形象 没有那么偶像 所以其实 他觉得我很友善 他只是过来 拍张照 开心完 就不会跟着我 或者不会造成空洞 例如 可能阿姜 阿Lo 他比较偶像 他真的很疯狂 可能他会怕造成滋咬 所以 所以 他们就要比较 比较强 所以 因为我是很需要 有自己生活的人 我不可以 不可以 做了这一行 因为这一行对我来说 都是一份工 没分别 只是我份工会 在你面前表演 其实我都是 幕前和幕后 我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 还好 反正我占了妆 也是不英俊 所以我说 苏妈 是不是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转变 就是这几年的磨练 我觉得 转变在于 会容易质疑自己更加多 因为外界很多声音 会 可能会骂我 骂我们 会更加质疑 究竟 自己是否好 够不够好 反而质疑自己声音 会强 但是你说 会不会因为 我成为了明星 其实叫明星 我都不认为自己 明星 成为了幕前 就可能 现在不认识人 又不知怎样 我完全没有 因为我都是这样生活 我的朋友 不会因为我身份而改变 可能只是有机会改变 就是我 例如我以前跳舞的朋友 我会更加不认识 请他吃饭 之类 因为我有能力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关心 其他自己的生意朋友 我只会这么改变 那你怎样转出来 如果你去质疑自己的事情 我就是会去学习 我学习是最好的逃避 所以你会有这么多牌 是的 又炒电单车 又滑雪 又滋酒 其实我现在还在上drama 学习的过程 是很好地找回自己 你们其实跟哪个老师学 我现在跟张感情 他有一个半年的过程 我快就完蛋了 7月后就完蛋了 但我常常上不了 但我一直有空就会上 但你刚刚说 可能质疑自己 可能是因为外界也有些声音 骂的人都会多了 你现在还会有什么 会触到你发火 发火? 因为你在大家心目中 都是EQ高 和二少大波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 发火真的没有什么 我觉得 我认为恨的人都很疼我 不是很难欺负我 要欺负其他人 即是质疑你英俊 最多就是自己说 我上台脱衣跳舞 我常常是鸭子 之类 最多都是这样 但你这个很难受 你会很难如何踢 我上台跳舞就是做 不是说 你怎么踢都踢不到 所以其实还好 那些太过分的 太离谱的 那些又还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疼我 或者调回 有时候我就会自己在那里 质疑自己 啊死了 我是不是没有论价值 你先来 不骂我 有时候会这样想 人家是犯賤的 所以没有什么 会令我很生气的 comment 只是上次来不及时 会有些 说我是不是消费妈妈 我会很相信 这些认识 就是这些认识 但是如果很多 比如说comment 那些 你说可能大家都疼他 比如说大家都疼他 其实大家都疼他 其实大家都疼他 他的程度和你的程度 是差很远的 你会宁愿自己 可能说 如果我再红一点 就已经是这样 还是你觉得 我现在这样 平平淡淡 就好了 对 对 你不会满意这个位置 当你得到这些东西 你就一定会失去 对啊 其实我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我常常觉得 就是我想做演员 那你演员 不会有那么多 attention 他就是一个 中间的人 他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因为 他们是偶像 所以他更加多人 会讨论这件事 那我就 其实我 prefer 一个讨论的位置 就是做一个很好的演员 我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受力派演员 对啊 实偶派 实偶派 但譬如之前 你自己也在报告 情愿 在台上说 情愿是我骂姜 和别人骂姜 哦 其实你们中间 你是不是属于 他最大的树 嗯 如果在团队里面 是的 因为其实 我很少 犯 他 很少 我会主动问他 你如何 除非真的 很糟糕 我才会 可能 你还可以 不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 我会等他找我 但是他找得我 就是代表他 都想别人协助 但虽然他找完我 我服务之后 他就不理我 多数都是这样 但也不要紧 我觉得他不理我 代表可能有成长 我说的说话 已经解决了他有些事情 或者他其实只是需要抒发一下 不需要得到回应 可能树洞的状态 就是不需要得到回应 所以我不会很烦他 但是很多时候 我和他的关系 就是我很喜欢骂他 是的 他有时候很害怕我 他见到我不理他 的时候 代表他做错事 会的 例如他迟到 排路 然后他见到我不理他 他就知道 他就不敢跟我说话 因为我要他知道 他太多事情太容易得到 所以有些事情 我一定要抓紧 他一定要抓紧 因为如果他这个位置 如果他不抓紧 那一尺 就很容易会 会由得他 由得自己 去栗陷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 因为我想他好 我才会抓紧 他一些事情 你对于他这么千分之世 是有什么感受 就是好像当你女朋友 翘着我 又抱又翘 其实 其实 我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做 因为他是一个很缺乏安全 的人 其实他首先很怕尴尬 他有一点蛇行 他很怕尴尬的画面 但是其实我 我是很懂得化解 那个尴尬的人 所以为什么他很喜欢 在我身边 就是因为他在我身边 会有安全感 有什么时候我会出来 化解那个尴尬 还有顶多事情 我会帮他很多事情 所以他每一次在我身边 就是因为他害怕尴尬 他主要是很清楚的 但是你不想他自己 很吃醬 你不可能永远在他身边 帮他化解 所以我有一些时候 我会跟他说 譬如他有一段时间 很喜欢疼我的颈 真的很喜欢疼我的颈 然后我真的说 你不要再疼我的颈 我很不舒服 你一个男人 你不要再疼我的颈 他真的一脆过去 他有听的 他真的之后 就没有再做这个行为了 是的 这些话题 我都会提醒他 你不要整天整个女孩 别人怎么看 你又让别人进去 你明白吗 有时候会提醒他 其实你如果那条颈 有一些红色人 在他撞出来 是的 他知道我不喜欢 他很喜欢玩 他很喜欢玩 但其实在现实中 你是个弟弟 你和他的关系 就变成了你一个哥哥 其实你会不会为了他 而适应这个位置 我觉得 其实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觉得自己 是属于一个照顾人的角色 我没有特别想 但是原来 加入了团队之后 我在团队里面 原来我发觉 就是 旁边的人会告诉我 是什么 其实我做这一行 近期可能很多人 会告诉我 原来Standy 是自律 努力 目标清晰 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 我一直做这一行 五年 五年六年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特别想 我是一个什么 我只是很努力 做每一样 但是原来我慢慢 树立了一个形象 出来 是观众说 回来 我是一个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 阿姜也是这样 现在团队就会说 原来我一个 自己不经不够 会补了一个 照顾人的位置 的一个 一个人 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在外界说 你的形容词里面 有没有一两个 你想逼返 其实大家 认识我和西日五解 西日五解 我就是说 我一天做三次健康 我真的没有试过 一天做三次健康 我做三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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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平反一件事 还有没有平反呢 没有 大家对我都看得很透切 因为我都是这样的人 很多时候 这首歌 你稳定地有得出 去到你的演戏之路 还有什么想成就解锁呢 之前 其实借表你有预告自己 是将会拍电影 是的 现在 接下来有电视剧和电影 其实电影已经开了 但是电视剧很快 过几天开了 但是电影就不能透露 那么多了 我会想继续在电影上发展多一点 因为 其实我不介意一些很小的角色 我觉得是要慢慢入圈 因为千万不要觉得我是MIRROR的身份 就一定要给男主角做男配角 我觉得是要慢慢做 所以我更加开心是做一个可能 旁边很小的角色慢慢成长 我会想这样 那才能走得均匀 我觉得 你是不是会以为了 例如有部电影或有一首歌 你会选择 劇放电影 出歌 是的 如果我是MIRROR的身份 如果有一部电影 我看光头或者增肥 我会不管 我是MIRROR的身份 我都会做一件事